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把這個部分再跟3D做結合囉 雖然我們今天上的不是3D的課程 但是AE裡面也有3D嘛 所以 上下學習不小心我們就合在一起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從濾鏡裡面我重新進到消失點 好這個還在對不對 你看我們剛剛如果直接按確定當然就直接出來 可是呢 事實上在左上角這裡 它其實是有選單的 你看 我們在這邊 有沒有注意到 有一個變成所謂的3D塗層 對不對 好變成3D塗層 另外呢還有什麼 直接變模型喔 直接變成模型轉出去的 這兩個都是3D模型 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另外一個重點 拿到AE裡面去 拿到AE裡面去這個也可以 所以呢 它其實還蠻有彈性的 那我先把它變3D塗層給各位看一下 我們看看Photoshop裡面怎麼處理這樣的一個3D塗層 好 好當我按下去之後它只是打個勾勾 好但是呢 不會有 產生其他的對曜方塊 你必須來右手邊這裡按確定 這個時候呢 他就會問你一件事情 我要幫你新增一個3D 的檔案 好確定 建立3D塗層 是 所以如果你曾經修過上個學期的3D 你就會發現原來 我在這裡 這樣就變3D了 在這邊你看 我們的塗層 有沒有感覺剛剛新增的塗層在這裡 他後面是有一個立體的 小方塊 那你原尺的塗層還會在 所以我先把它關掉 關掉關掉 這樣有沒有看到 好所以在這裡 那 這個3D裡面既然它是3D 自然也有燈光 有攝影機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攝影機 你有沒有感覺到 你加 攝影機 那我可不可以調整攝影機角度 可以就是從左上角 但是呢我們現在這個版本 我們現在這個版本是 2022了 比較新的 所以 就是這個 22的版本 左上角這邊它其實就已經 有點不能用了 有點可惜 但是其實它還是可以轉動啦 只是 在這邊 我轉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正常我會在這裡轉 你有沒有感覺這樣是立體的 有沒有 所以 雖然你照片是平面的 可是我甚至可以轉成這樣的角度 那這個呢就根據什麼 根據 這樣子 我們剛剛是做這樣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其實 即使我在 Photoshop 也可以這樣做啊 那 你就是從左手邊 左下角這裡 這就是攝影機的旋轉 位移前進後退 所以我今天 在這裡 你就壓在這個上面直接拖曳就好了 拖曳 像這樣子 好那我要平移 有沒有 好轉過來一點 我要前進 後退 前進 這樣都可以 好那也因為有這樣的特性 所以呢 你如果把時間軸打開 時間軸 時間軸 其實我們Pocial的時間軸不是只能做什麼 一般的圖片2D的動畫 我們的時間軸 可以搭配 像各位現在所看到的 這個 你看他的時間軸兩種 一種是影格的 這個比較像在做Gip的動畫 好那我如果是視訊的 我就可以用這一種 你看我按下建立 你有沒有感覺看到這個 特別有熟悉感 像不像AE 打開之後你會更像喔 你看 有沒有感覺連馬表長的都一樣 這樣了解了 那這裡的位置指的是什麼 這個 我們有一個攝影機我看一下 好相機 這個位置是一般的 圖片的位置 那這個相機我可以打開 相機的話呢 我們可以做什麼 這個動作 所以我今天想要怎麼樣 後退一點 好先後退一點 好假設在這裡 然後呢我往後退往後退 你有沒有感覺 上面這個時間 格式 有沒有跟我們在A一樣 他預設的話這個時間好像是5秒鐘左右 5秒鐘左右不夠長可以再增加 你看在這裡右手邊這裡 我們可以去 做那個 時間走的 有沒有格的設定 好那我先不管他 來到這裡 那我往前就是用左手邊這個工具喔 往前 有沒有不小心就產生關鍵格 所以兩個關鍵格會不會產生動畫 好 你現在才知道原來副作效果也可以做這種 對吧 可以像這樣子 那如果你 有做其他的也OK喔 他也會把你記錄下來 好所以如果你在這邊 我不只是 位置 的前進後退 我來平移一下 比如說平移到這裡來 那他就會 在剛剛那個點 製作的過程有沒有 順便做平移 所以雖然只有一個叫3D位置 但是他包含的 位移旋轉縮放 就攝影機本身的動作都會在 那麼你做好之後就可以從這裡 有沒有直接演算視訊 所以很難想到輸出檔案是從這裡 因為按下去之後 你就可以直接變成什麼 MP4 這樣可以接受 Photoshop的製作影片嗎 雖然 跟 各位平常做的方式不一樣 但是 這位多才多藝的同學也很厲害啦 只是 會用的人不多 這樣了解 他不適合長片 他適合的就是像這種短片 老實說你可不可以把 影片 拿到Photoshop裡面 可以 他也可以做剪接 但是 就是不要太長 你大概幾分鐘 幾十秒 那個 對他講還可以 太長的話 可能就不大OK 好來交給你囉 好不好 所以你剛剛那個動作 我們再看一下 從 這個地方進來 你的 圓圖 重新回到 消失點 那你在這裡 如果把它勾起來 這是變成Photoshop的3D塗層 勾起來之後你只要按確定就好 剩下的 就是 回去外面 把我們的這個時間軸打開 那你建立的時候用視訊的時間軸 好這樣子 你就可以稍微玩玩看 好不好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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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